皮肤过敏案例 都是就是像起鸡皮肝那种纸 一开始很痒 然后我就找我爸 我爸说没什么大不了 就叫我忍一下 然后就让我不要抠 给我用水冲了一下 过了一会儿就越来越痒了 然后就不停地抠 然后也很痛 就叫舅妈带我去洗了一下 然后一洗之后 就觉得自己都觉得肿了 洗了脸之后 手已经就是水一种 就是水 惨白惨白那种种 然后脸洗了之后 脸也是开始发烫 然后觉得自己的嘴唇都肿起来了 然后突然一下眼前 就看不清楚东西花了 觉得心跳加速 然后呼吸也不顺畅 在路边干呕 然后后面舅妈就叫两个 往过来帮我 然后把想播120 然后就把我背到上面那个地方等车 背到上面广场的时候 被我爸看到了 就发脾气就是说 不准去医院 自己的女儿自己做主 不让你去医院 然后那个时候 你自己进军了 眼睛就是已经看不见了 然后我爸就给我处理了脑部原始点 跟耳后面的原始点 给我灌了生汤 我上了舅妈的车之后 就给我按了心脏和胃区 还有头部原始点 然后给我灌了生汤 那个时候就已经好了很多了 就已经有一点力气了 但是还是不舒服 还是想呕 但是能看到东西了 然后后面下了车之后 把我背到楼上去 开了电热毯 然后拿红布袋根拂 灌了生汤 推了后背的原始点 额头部的原始点 然后就睡过去了 醒来的时候 7点多吃了一点东西 就觉得好很多了 眼部的肿 已经消得差不多了 手还是有点肿 就差不多现在已经好了 感谢我爸 就是跟欧洲的经济做事 然后我就死在那了 然后感谢所有关心 关爱我的人 还有张泽涵一次合约事件 前后比对 处理前 处理后